他們可以如果度過七夕行程節的方式有很多種 你可以吃大餐啊 可以有浪漫的晚上 但是另外一種方式 你可以去買一個鎖 然後到我們浪漫的七座橋中間 任何一座 去那邊把你的鎖 掛在那個網子上 然後把鎖這個鎖起來 從此鎖住愛情 鎖住對方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充滿浪漫意味的地方 台南本來就是適合戀愛 工作 結婚 生活的好城市 那所以呢 在七夕情人節中間 或是全台灣 全年到頭2月14 3月14 520 還有七夕 這些這麼多 充滿浪漫意義的特殊日子裡面 那歡迎我們的浪漫情侶 一起來台南 不管是到月老廟拜月老 或者是拿鎖實際的行動 把對方鎖住 那都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Romantic 的事情 歡迎大家來看